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想必这股热风已经冷下来了 咱们这总是赶不上是吗 总慢慢拍 小李终于拿奖了 咱那点鼓掌 鼓掌 鼓掌 人一听 这都是老西门 咱们播出那天的时候说这些还有用吗 那也向正确说一下 奥托卡其实跟咱没什么关系 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跟咱们节目没什么关系 但是在这儿呢 还是有关系的吧 咱们不是现在也是在影视栏目下边吗 咱现在也是主流栏目了 反正咱们在影视频道下就聊聊吧 因为平时咱们聊的也很多都是科幻的影视剧 奥斯卡并不是对科幻又不抵制 对吧 所以还是有挺多可以聊的话题 那借着奥斯卡颁奖典礼 虽然已经过好几天了 但在这儿咱们也是得感谢一下 在咱们这节目里留言 和跟咱们互动的这些听众 我看现在喜马拉雅这几期节目评论 有都超过一百多条了是吧 就挺难想象的 对真挺难想象的 荔枝那边少点啊 对啊 那荔枝的边缘你能加下油吗 荔枝那边把咱们给封杀了吧 快了我觉得也快了 看来大家是对咱们聊的话题还是感兴趣的对吧 对对 其实看到就是网友就是网友留这么多言 我也挺感动的 前两期录节目有的时候我发现 我说的这个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不是太准确 有的时候真的录节目可能会有点紧张会说错 所以我在这会儿跟大家也道个歉 对对吧 像之前悖论那集里边提到的那个名家的代表人 应该叫会师不是师会 我说的时候有点说反了 反正道个歉吧 然后我们以后注意 这第87是87届吧 87吧 88届 我说错 你就跟人说错嘛 咱们都有一个人能说 我现在不查了 反正就是这届奥斯卡收视 创下近六年的新敌 我记得我上一次对这个奥斯卡最佳影片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是 Rush撞车 他是04年就是当时打败了端贝山 获得当年最佳影片 我不知道你对这部电影有没有印象 它其实讲的是美国人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说的是种族歧视 它是以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组成的这个洛杉矶为背景 由一起普通的这种撞车事物 引发的一些这种种族歧视问题的故事 当时这部电影 这个题材是挺敏感的 无计在美国 那个片子我还真看过 就那个片子还记得印象还挺深的是 它的叙事手法特别的 对吧 它的叙事手法是很神奇的 并不是给你简单的讲一个故事 各种的闪回 然后各种的人与人之间的穿插 其实对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挺好玩 但这片子不是科幻 对对对 这片子不科幻 这真的是拍摄手段很前卫 而且当年你想 他还有端贝山 这都是一个同性恋 一种族歧视 算是清教徒国家 人都其实比较保守的 但是你看这两年的奥斯卡 它好像这种 这种题材的电影 入围的都很少 我觉得可能美国没有 那么严重的矛盾了吧 转移矛盾了 对对 转移矛盾了 转移矛盾了 咱节目还是说科幻 是吧 还得聊这一阶的 还是聊这一阶的 这一阶的奥斯卡 最大赢家 疯狂麦克斯 对 一部应该就是 废土题材的这电影 是吧 确实啊 这部影片 获了六项大奖 挺多的 虽然可能大家更关注 那个 聊哪多 这个获奖 但叫还魂者吧 他没有翻译成 什么猎人的那个 他实际也就是获了 两个奖嘛 包括昆丁的那电影 八个人 八个人好像获了一个吧 获了一个奖 这种电影 已经不是主流了 其实奥斯卡 就有这么一个 大概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还是会给科幻 其实留出很大的空间 给他们的奖 就是像疯狂麦克斯这种 他会获得六项技术方面的奖 包括剪辑 摄影 不是摄影 是剪辑艺术指导 等等这方面的 挺神奇的是 他今年居然星战没有获 对啊 美国人心目中的西游记 对啊 就这个其实挺有意思 其实之前我们节目里边也聊过 就是星战 我们会觉得 虽然他票房很高 他可能整体感觉还是有点平 看来我们跟美国的评委的 看法可能差不太多 我开始感觉 美国人对星战 这么火爆 应该是 咱们也给几个奖 结果真一个没给 全都给了这个 疯狂的麦克斯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奖 可能得等星战的外传 得有姜文 得有真子弹 你知道吗 真子弹这梗就能一直用下去 就真的吧 真子弹拍星战这梗 能一直用下去 国际的话 你得英雄national才行 是不是 国内可能确实对这个题材 不是很感兴趣 咱们可以先介绍一下 这讲的是一个什么事啊 就是一个据说是前警察 然后他在这一个 核子爆炸之后的 这么一个时代 就是一个纯废土的时代 然后他被这个 这个这个 废土时代 已经就是各个的 这个黑社会都林立了嘛 就是也都不叫 那会也不叫黑社会 就各个山头的老大 各个山头老大跟土匪似的 然后抓了这个警察了 然后这警察被他们 当做什么吉祥物 还绑在车前头 这老大好多媳妇 然后有一女的 带着这堆媳妇逃跑了 就是不让这个老大 去刑虐这堆女人 对 这些女人就 机缘巧合的 就跟这个警察一块逃跑 然后就在公路上一直跑 就是其实你看了 就是一直在公路上跑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老大爹 这堆小弟 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些形象 就是已经被洗脑了 已经被洗脑了 让我想起了 某些咱不能提的那些事 就真的一脑子就是 看都那样 看就是心中的领袖 那个老大是 然后就疯狂的 就是要追杀这些人 把这些女人给抢回来 其实这就是一大概梗概 好无聊 然后他们就 剧情其实没有什么可讲的 就是他们就跑到了一个地点 然后发现我们 还要回去揍那个老大 他们有往回跑 就是全程就是这样 但是呢 他的视觉的冲击力 对于整个这个世界观的塑造 会让 美国人吧 或者说观众 会非常的有直观的感受 美国人可能会感受更多 他里边几大元素 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摇滚院 这个小时候 也是硬摇滚 重金属那种 对对对 不是像什么零点乐队啊 对吧 对对 不是那种死亡的金属啊 然后有机 特别 有一个镜头 就是在一个大的那个卡车 跟青天柱那种大卡车前的 有一个弹吉他的那个 就是他们一个车队 要出去战斗 有一个文工团的 你老能 对就是有这文工团的 然后弹着吉他 吉他上喷着火 然后穿着皮衣 这个元素是非常让我感兴趣的 然后第二个特感兴趣的 就是超模 就是他这火工团 全部是由微密超模 什么的 这组成的 我太仰眼了 真的太仰眼 我从小就喜欢看着 打高个儿打长腿 金发臂 这看着特别呆劲 然后再有一个元素 就是机车 就可能很多 其实说起来就是 有人说这个片子 是一个女性题材的片子 因为讲的是 被老大去奴役的一群 被性虐的后宫女人 怎么逃跑 然后反击 但后来就有人指责 其实你们这片拍 是拍给男人看的 就女的想看的都没有 帅男没有 就一群脏兮兮的男人 全是废土 脏兮兮男人 就这几个后宫 这女的莫名其妙的身体 不是干净 特漂亮 所以你这还是拍给男人看的 所以他第三个大元素 也是给男人看的 就是机车 各种各样的机车 那种改造的 那种大轮胎的什么的 硬摇滚 机车 维密 抄模 这怎么会不喜欢呢 他好像是对那种 美国六十年代 那种怀旧的那种情愫 在里边 他伴随着那个年代的音乐 那种机车 其实都是那个年代 都是那个年代的 其实这个就可以说到 为什么 就是这个片会有这种情怀 是对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直径 就这片 这叫四嘛 疯狂麦克斯四 实际上就是第一 就是他之前有第一集 第一集应该是拍在七十年代 应该是拍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 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挺有意思 我们之前几期也讲过 就是美国的宽容姓 他们这个野路的出身导演 就这个片的导演 也是个野路的出身 这个导演是来自哪 据说是个医生 所以你看疯狂麦克斯四里边 他们有这个什么 就是说这些人都得病了 就可能跟这有关系 都是个医生 真的疯狂麦克斯四里边 就各种的针头书写 对对对 有很多这种 拿的书写 这我觉得一般人想不到 就是医生能琢磨出 这事儿来拿针扎自己什么的 他之前是个医生 而且他挺大岁数的了 三十好几了 然后他就突然突发奇想 他就抱了个 抱了个学拍片的 拍短片的那么一个包 他以前也拍片 他以前在医院里也是拍片 拍个三天 也是拍片 按一下 咔按一下 转过去 往左点 往左点 要紧 所以为什么说视觉大奖 也拿着了 就拍得清楚 拍得清楚 肋骨在哪都找得着 挺拿索手头 抱了这么个包 据说这个叫 乔治米勒吧 好像是叫这名 米勒反正是 然后他以前是这个 他用他自己当医生的钱 投资 拍了这么个片 只花了三十五万美元 然后据说当时票房 就好像是过亿 你今天很 你觉得 是哪部电影 第一集 第一集 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 现在这集 应该也是他拍的 也是他拍的 其实还 挺有意思吧 你想想 就又是一个 也路子出身的一个导演 而且是三十三岁 好像开始拍这片 现在也应该 也六十多了 六十多了 但是你想 三十三才转行 就是开始投入到影视上 之前都根本没碰过 所以我觉得咱俩还有戏 就是 咱俩还有戏 上次说 咱们以后做好五年之后 拍电影的游戏 要抱有理想 他这个剧情 他这个设定 其实是比较另类特殊的 其实在国内 是很多人 之前没有接受过的 其实国内最早 接受这种废土题材的 多半都是游戏迷 还是最早 从这个辐射游戏 辐射游戏 还有 别的深泉是吧 对 那应该有 肯定是得有机车 是吧 那个短缺资源 是吧 包括女人也是非常 也是资源 但是国内 除了这帮 以前玩过游戏 或者看过这些漫画的 观众以外 其他人好像对这个电影 不是特别能够接受 也不太能理解 就是说这种漠视的 这种文化 对 是有这么一个观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接受 这个也是因为在中国 但是但是 讲的其他那些元素 确实很吸引我 而且拍摄的视觉效果很好 所以我看完这个片之后 就是觉得还不错 而且视觉感官很好 但是我真没想到 奥斯卡能得这么多奖 我觉得他怎么应该给星战 但是我真的 这个是挺出口意料 就可见美国人 对废土文化的一个 美国人对这废土 是有一种废土情节在里边 包括你将这几年 像其他的这些电影 像有个叫什么迷宫 对 那个叫 迷宫迷宫 他好像 最新的这部 他也是加入了很多 这种漠视的情节在里边 和那个分歧者 应该是最后 他们逃出去也是漠视 就是你会发现 其实 这是不是因为 是跟他们这个宗教 就是他们宗教里边 有这种就是关于救赎 这种毁灭 对 你说这个特别对 正好就是前两天 我听了一个台湾教授 讲了一个社科类的一个课 我也是在喜马拉雅上听的 就真的这里边 他特意讲到这个话题 他没有引申 但大概提到了 就是说欧美对废土文化 尤其是美国对废土文化的崇拜 中国人是不接受的 原因是什么 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外国人 就是非常渴望救世主 他们对于耶稣的这个认知 是一个救世主的形象 所以对吧 整个圣经的结尾 就是总有一天 世界要全部毁灭 然后救世主来去拯救你们 所以他们会有这种救世情节 就是救世主情节 是希望能够有英雄 你再问一下 隐身就是英雄主义 但是中国很少有 你真的 你想想你心目中的中国英雄 是谁 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一般能提累岳飞 就失败者 这是一个 都有康日英雄 康日英雄 讲古代的 康日这个是 咱们后来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比封建主义强的 就是咱们讲 你讲古代的 你能想到的英雄 像岳飞 对吧 就是你还能想到的 文天祥 文天祥 文天祥什么仗都没打过 然后就被人给囚禁了 然后他骂了几句元朝 然后你把他当作英雄 但你发现了吗 就是这些人 他特别共同的特点 他就是中心 对对中心 对中心 包括我因为我听他讲 讲的就是说 他举了一例子 就是三国 三国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知道 你喜欢谁 诸葛亮 关羽 赵云 绝对是这三个 没有一个说喜欢司马仪的 对吧 现在可能我相信 有很多网友喜欢了 因为 现在也有喜欢曹操的 对就我个人 其实这你已经受 西方思想影响了 尤其是玩日本的 那些游戏之后 比如我也挺喜欢司马仪 我个人挺喜欢司马仪的 但是你常规的一个人 一般还是喜欢那些 忠臣 失败者 其实中国 就是因为中国 没有这种救赎文化 他不希望有救世主出现 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 不是这样的 他在宣传中心 其实像司马仪 就是最后成功的大英雄 对吧 等于他儿子统一天下 或者曹操这种 统一北方的大英雄 反而会在中国 判断为一个 相对更坏的角色 包括我记得前几年 我看说踢足球里边 那个 现在你说 就是现在这一代 孩子真的都好了 你说你最喜欢 哪个球叫梅西 肯定是这个 对吧 C罗肯定是这个 咱们那一代 巴乔 第一个是巴乔 巴乔成名 是因为点球 没射进去 然后那个忧伤的背影 你不觉得跟 那个叫什么 风波亭的岳飞 异去同工之处吗 对 其实对 这是一个中国文化 其实 咱们赋予了给他 其实巴乔 怎么不是这种 就是这种忧郁的人 忧郁王子 其实就是说 中国的这种文化 使得中国对废土 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接受感 因为废土那个状态 一定是希望一个强者出现 一个勇者 一个英雄 然后去救世 所以就是中国跟他们 西方这个文化有差别 包括我自己 其实对废土的接受能力 都是有限的 然后再说一个 就是美国人 美国人其实最逗的一点 就是特别喜欢公众戏 这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吗 这也是我听一觉之后讲的 西部片里总有 骑马追火车这镜头 对吧 所以原始从这 为什么 就是说 我是听一个叫周川基的老师 讲的 就是专门讲剪辑的一个大师 中国 他讲 他也挺逗的 他这观点 他是说 因为美国基因里边有逃跑基因 美国人是一群什么人 在欧洲最不得志的这帮人 对 就跟小李子演的 泰坦尼克似的 那不也就是一个不得志的人 然后他通过 其实他还是通过赌博 得到的船票 其实他也是一个 相对混的一点的这种状态 就真正有家有事 玩家里条件不错 那都是贵族 对吧 都在欧洲人 都在待着的 他们不需要跑 就真正需要有不停逃跑的 说的是美国人是骨子六 这个基因是一群 从爷爷的爷爷就是逃跑来的 所以他们特别爱看逃跑的戏 所以 所以你真的 你看疯狂麦克斯这个戏就是这样 他从一上来就是逃跑 这女的在密谋一次逃跑计划 然后逃跑到了一个终点之后 发现我们不能跑 我们要回来揍他们 然后再折回来 这还是挺好看的 因为特别养眼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看 当然哲理基本上是看不出来 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挺喜欢这个题材的 就是乱七八糟 什么都没有 完了就是破破烂烂 完了在这生存 但是当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怎么一直在开车 没了的 我说你们不能说下车干不行吗 飞也在车上 下车上一边在 干架而干妞 特忙的 你知道 看完特累 所以你没开车吧 但你看完 看完之后也很累 其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 但凡美国出品的片里边 就百分之七八十 都绝对会有 就是追的戏 就是要不然开车追 要不然人追 对吧 就是总有这种戏 因为确实美国人特别爱拍逃跑的 他们一看这个也被点燃了 对 赶紧跑 咱们看见那个忠心保活的那感觉 我一下就燃了 他们那赶紧跑就可高兴了 你看文天香一定能点燃你 他们就得看逃跑的 不牧羊 对 美国人拍那个 就那么说 怎么不跑啊 急着羊跑啊 就是文化差异 这就是文化差异 咱们是不跑的文化 咱们是跑的文化 咱们绝对是不跑的文化 不跑文化 都连坐嘛 你一个人跑了 十个人在 其实咱俩聊这点也是瞎聊 俩他妈都没去过美国人 跟这扯他妈是美国人 全都看过 就是聊吧 但咱也聊那些外星的 咱们也没去外星 聊那些外星咱们去外星了嘛 对不对 其实严格来说 这一类怎么说 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幻 算是一个分支了 算是一个比较 后来走的 走深的分支 这种电影 一般都是一个高度文明时期 然后世界崩坏 然后倒退 完了 一下倒一倒 机械时代了 这个应该算是争气 争气朋克 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疯狂 麦克斯 就是这么受大家好评 美国人给了他这么多奖 结果就是 其中有一项技术奖 没给他 就是这个 最佳视觉效果 凭心而论 凭心而论 两部片我都看过 就真的是 这个疯狂麦克斯的 这个视觉效果 绝对是碾压这个机械机 我觉得绝对是碾压了 但是呢 就是我也看过 就是奥斯卡评奖的这些人 就是看过去年 去年还是前年 前年应该是 他们评奖的一些对话 就是那个感言 网上后来也公布了 就是最逗的 就是评一个 也是一个技术类奖项 什么奖项 就是他要最后评给了 那个叫什么 我特喜欢那个电影 银河护卫队 然后获奖理由 就因为他是这个 影评人剧评嘛 就获奖理由是 就是这个片子太好了 只有这个奖有他提名 我不给他给谁 就你明白吧 所以呢 其实也是这样 机械机被提名的少 机械机一个是 最佳视觉效果提名了 剧本上 好像有一个编剧上 也提名了 应该是 编剧上提名 但编剧肯定是给了 那种更文艺一点的 对吧 更艺术一点的片子 所以机械机实际上 能有力竞争的 就在这儿 就是这个最佳视觉 虽然他可能 我觉得没有 疯狂麦克斯的视觉好 但我也能明白评委 就是得给他一个奖上 让他得到奥斯卡 所以其实我也挺欣慰 就至少 这个又是一部科幻片 我都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 而且他这个剧情 都是老生长谈的东西了 说出乎预料 这种东西 介绍一下 就是讲的是什么事呢 讲的就是说 一个搜索引擎公司的老板 对吧 然后找了自己的一个员工 到他这个 到他一个野外的这个别墅里边 救他们俩人 然后让他去测一个机器 是不是能够这个具有AI 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事 然后其实大家很 确实看到一半都会猜到 就这个机器有AI 而且最后会把人类都给黑掉 就是会想到这些问题 但是呢 他跟其他的那些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你比如想中介者 就直接告诉你AI很高了 他骗你 就你不觉得这事奇怪 明白吧 而这个AI 他等于就是这个机械机呢 就是 就是讲的是什么 是AI的初创阶段 怎么去评判这件事 能明白吧 这个是他 里边反复的提到了一个测试 叫图灵测试 图灵这个大师吧 一会我们可以再介绍一下 这个人 这个图灵大师做的一个 构想的一个实验 就是说如果能够有机器 完成这个实验 这个人才能叫 这个机器才能够叫 具备AI智能 这个实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在看不见对方 就是让一个人类来去做测试 然后对方是有两个 一个是机器 一个是人 但你看不见对方是谁 明白吧 然后你通过写字的方式 来去问两边的人对话 问两边的人对话 然后两边通过写字的方式 来给你这个回馈 当然就可能是机器打出来了 就不能通过笔记去判断 它是人还是机器 完全通过它的回馈的 这个语言来判断 哪个是人 哪个是机器 这个机器人能够把人类骗到 让人类相信 这个机器人可能是一个人 它是一个具有智能的 这个叫图灵测试 其实说到这儿 就是我就可以介绍一下图灵 图灵这个人 其实还挺感人的 他是一个英国的数学家也好 还是叫什么家也好吧 就是反正研究这个计算机的 他是最早是在二战的时候 二战的时候不是德国有一个 那个万能的一个特别强的 一个编码器吗 就是他那个编码器之后 就是蒙宇根本破译不了 这个编码 这个图灵呢 就是自高奋勇的 就是去应聘 就说我来破 我来破这个破译 然后人家呢 就都是拿笔拿纸 跟那算怎么破译这件事 他还不给他跟那造机器 一个数学家跟那造机器 这不是去年有什么一部电影 是得谁演的来着 福卷毛演的 你去电影院看过吗 看了是吧 对 就是我也去看了 就包厂业里边 没有人去看 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不是那个片编的 造了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是现在的 电脑的这种雏形 就之前我们也提到 二斤志做电脑 那缝什么的那个博士 他等于是做这种 就是一个最基础的功能 他这个是把他 就提供到了一个 这个软件硬件 这个层面了 对 然后就是他是最早 就是发明这种计算方式的 这个科学家 而且就是 这其实挺重要的 他是一个同行链 在二战结束之后 他二战的时候 德国的这个密电码 但是为了不让德国人 知道这件事 他就是完全 这个事情是被掩盖的 这样他才能打赢 如果对方知道了 对方不就会改密码了吗 所以说他的这一次破译 和他造的这个机器的原型 就促使二战 提前完成了两年 他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英雄 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 他就成为了一种 很重要的这种人才 然后英国就把他 所有的档案 全部都删掉了 让人不知道 是他干了这件事 你要这样才能保护他 如果他被别人挖走 怎么办 你说这是真事 还是电影里 电影里也是这么演的 但是同时也是真事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他是同行链 在那个时候的英国 是拒绝同行链 同行链认为是一种心理疾病 然后他就被迫要求 就是这个法院判 就是他后来是 跟这个某个这个南技 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这个最后被发现了 发现之后法院判他 要么入狱 要么就接受这个化学治疗 他为了能够继续从事 他这种AI的这种工作 就是研究计算机 研究软件这些工作 他就接受了化学趋势 就是要打针 就是给他打这种激素 让他不能再去跟男的那什么 然后会有副作用 就会一直颤抖 然后最后他就 这种情况下 也是无法完成工作了 他最后是在他的这个 一个苹果上 抹的这个情花物 然后吃苹果而死 这就是后来苹果公司的 logo的由来是吧 好多网友都盛传 这个是苹果这个由来 但据说乔布斯传里边特意 还我没看过乔布斯传 听说是有人特意问过这问题 乔布斯说不是这么回事 但他其实特别希望是这么回事 但当时做的时候没这么想 就这个就是图灵 你能明白吧 所以他回到机械机里边 就是他一直讲的是 这个图灵的测试 不是一个特别科幻的一个 像终结者呀 像像这个什么机器人与我这种 就是已经明确到了 一个很未来的时代了 它是一个很近很近的时代 而且第一次去来测图灵 而且他里边对 为什么我觉得好啊 就是刚才讲了图灵测试 是一什么情况 据说现在已经破一 就是据说图灵测试 已经有机器能通过了 他现在提到了 就这里边把图灵测试 往前又推了一步 就是我都蒙着脸 对吧都蒙着 你不知道对方他长什么样 然后让你相信 他是一个人类 其实还OK 现在就你看 他就是一个机器人 在这站着 他还能把你骗了 这个才叫真正的智能 其实这个片在这方面 确实我真觉得 他剧本上是有一定深度的 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 而且都管他叫这个 这个叫什么机器表吗 就我后来看到 后来也觉得太表子了 这个人 就玩弄男人感情 我心里一痛 我挺喜欢他日本的机器人 对 还挺人性化 我也比较喜欢日本机器人 说到这个 就是说的这个 我看一网友评论 就说这日本机器人 是不是他们通过我的搜索引擎 来搜出来的 就长得这么好看 因为里边提到了一个 就是这个小男孩 就是后来爱上了这个机器人 然后被机器人给骗了 然后呢 他中间去质问过这个开发者 这开发者不是一个搜索引擎公司的一个老板吗 都说你是不是通过搜索引擎来确定了我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是不是他那张脸是你通过搜索引擎来按照我的喜好特意做的 就是为了来骗我 其实这个点还挺有意思 这是美国人很关注的一个点 当然我是觉得他们可能通过我的搜索引擎 那个造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女的 那个是挺好看 然后呢 但是美国人会比较关注这个话题 就是我们的隐私是不是在被搜索引擎所窥探 真的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知道我们太多事 像Facebook呀谷歌呀 包括苹果安卓这些做系统的 都会了解我们太多 其实美国人会很害怕 你看那些谷歌系统开完了 让你们白用 你以为就是真是让你们白用的 咱们现在顾大家这么多那个做手机的是吧 对对对 都用的是人家的那个系统 一分钱不要 让你白挣那钱 苹果不也挺动吗 前两天那个FBI要求苹果 那个去破解他的一个嫌疑犯的那个手机 然后苹果就拒绝嘛 就是说我可以提供各种技术支持 也可以来怎么样 但是你说让我去在我的系统里开发一套后门 这不可能的 其实也表明了他们的一个立场 但是可是你要想想 苹果他们自己知道啊 对啊 本身这一国企 乔普斯什么的也得是什么开会的那种 其实美国人也会很关注这个问题 说到这儿 其实聊一下我们看看科技到底多发达了 其实你真的你想想 他们可以通过你的搜索隐形 做出一个你心目中觉得最好的女人 对吧 郭德纲说相声里边老会提到 说那人哪个女的长得有一想之美 就是你想她有多美 她就有多美 OK 现在人也可以通过这种技术来做出来 如果她真是把你这十年搜索了 搜索关键词 对啊 对啊 可能不光是关键词 你在哪张图片上停留个时间长 对 这太可怕了 下载 就是我们讲那个奶飞 现在都叫奶飞剧 拍纸拍屋 拍的那个公司 她最早起家的时候 她能够花那么大的价钱拍纸拍屋 请奥斯卡影帝 请那个好莱坞最著名的电影导演 来拍一部电视联系剧 什么东西替她兜着底呢 就是她的大量的数据采集 对吧 她是可以去监测 不光是你下了什么片 你看了什么片 你在哪阵 挽回倒了 你在哪阵暂停了 你在哪块跳出了 她全都可以监测到 所以她非常明确知道这些戏该怎么拍 其实想想大数据 其实也挺可怕 这再说就说到 美国人想关注这个 所以可能也会给 就是她会有很多的加分项 首先说这个童小特工 其实还 我去影院看的 挺好看 挺有意思 虽然她拍的可能说的是给看 感觉你给小孩看的 但是她是通过了这种 这个很具象的形象 去聊的一个特科学的事 为什么咱们科幻栏目 想要聊 我想把这个拿出来稍微分享一下 我们可能不会讲那么多 但稍微分享一下 都拍的非常的科学 她通过这些人物形象 去把这个人大脑里边的运作方式 去给解释了 就是你的情绪是怎么来控制的 然后你的情绪造成的记忆 怎么去运输到你的大脑的灰质层 然后那些勾灰体 然后哪些记忆会被保留 还有人去清理你的记忆 包括最后他们是到潜意识里边 去把一个东西给找 把一个巨型的小丑给找出来 就是潜意识层面 然后包括一些抽象层面 这些东西 大家如果说对人类大脑构造 或者说对于人类情绪 跟大脑的思维方式 怎么去运转感兴趣 可以看看这个片子 就讲的是深入浅出 不像 还是一句话 不像中国拍的 蓝毛淘气三千问似的 给你来一个科学问题 然后一解答 它里边完全没有一点 就是你感觉不到一点的 科学说教性 但是你通过一个故事 你就能够感受到 能够感受到 就挺有意思 而且包括它最后 有一个观点 其实挺逗的 就是这故事剧情是什么 就是说一个小女孩 然后大脑里边 有几种情绪 然后非常 分别是快乐恐惧 厌恶悲悲伤和愤怒 这么几个情绪 谁会对于一件事 做出反应 就会处在主导地位 但实际大家都希望 有这种快乐的情绪 所以这里边 叫优有 应该是 就是负责悲伤的 叫优有 就很忧伤 就一直会被排挤 当然这个优有 就是他碰了哪个记忆 就是碰了什么记忆 什么记忆 就会变成一个忧伤的记忆 明白吧 就是他必碰着 这个小女孩的情绪 马上就会变忧伤 然后大家就希望 这个孩子是更健康 更快乐的去发展 所以这个优有 最后就被团队排挤什么的 然后就进入了 反正就进入另一个层面 然后主人公是快乐 快乐就一直去找优有 这么一个故事 结尾的时候 特别都是什么的 就是最后他们发现 人类不能只有快乐 其实忧伤是一种力量 就最后他们就发现 就是每一个 我残留下来的 这个记忆是快乐的 但你往前倒 都是由于一件 忧伤的事引起的 就是他里边有一个情节 我印象比较深 就是这小女孩 有一个记忆是快乐的 就是好多朋友来他们家 去帮他庆祝 一个什么事 他特别特别的开心 然后最后他们发现 这个记忆往前倒 是这个小女孩 由于什么什么事 失败了 然后特别伤心的 在这个树这块 特别特别伤心哭 然后这个时候 他的这些朋友们 就为了来安慰他 就给他办了一个party 什么的 就过来了 又重新产生了 一个快乐的情绪 其实它代表着 我们的情绪 不能只是傻快乐 就忧伤是一种力量 我们应该去把 这种力量去转化 真的就是 我其实是一个 相对悲观一点的人 所以我经常会有 忧伤情绪 看这片子会让我觉得 怎么去把忧伤 转化成动力 让自己更快乐 还挺好别去一味的 这种悲观 其实我们老是在 往这个宇宙的 更远的地方去探索 其实反而我们 对自己大脑的 这种研究 好像又没有那么深刻 对吧 人类的大脑 不是说每个人的大脑 能装下什么 200个大英图书馆 容量非常大 对 其实大脑 真的开发的 也非常弱 也有很多科学家 在努力的去研究 虽然我们研究出一些结果 但是真的 可能我们对大脑了解 跟对宇宙的了解 是一样的 外在就是宇宙 内在就是大脑 其实今年 我看 马克达蒙 那个混击救援 没有得奖 是吧 挺可惜的 是吧 咱们之前还做过 他一期节目 我当时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还想着 咱做这期之后 等奥斯卡还得奖 咱这节目 搜索量一上 那个点击 是吧 又能 又能 又上一个台阶 这就都是来骂咱们的了 小李的没得着 对吧 马特达蒙得了 小李的得不着 就全又得来骂咱们 表演来讲 马特达蒙 这个片子演的还不错 但是确实输给这个 李昂纳多 反正如果 李昂纳多 今年还得不着 可能就得 就好多这个 断的手们 就又有的发了 对吧 这么关注他得不得奖 这收入率还心低呢 卧槽 就已经没有的可说了 这一场 可能整个电视业的不行 可能整个电视业的不行 我看有好多朋友 也在问 为什么 奥斯卡奖 很少有这种 欧洲跟来自亚洲的 影片去染纸 是吧 你在这也帮他们解答一下 这之前咱俩也聊 对 其实这个还挺有 挺有意思 因为我曾经在小的时候 见过一个中国的 一个影哨版吧 然后我记得特请 我类似于美日文娱播报里演的 他脱了鞋 站在桌子上高喊 我拍的这部电视连语剧 如果就是哪个导演 能把我拍的电视连语剧 头前拍的 给弄到奥斯卡得奖 我就给他一个亿什么的 哎呀 乐得我满地打滚 您拍电视连语剧 要得一个美国国内的 一个电影奖项 就太搞笑了 所以就介绍一下 好多人都会说 我们最后要得奥斯卡 其实中国电影是得不了奥斯卡的 奥斯卡的这个 全面是什么 对吧 奥斯卡实际并不是这个 奖的真正的名字 奖的真正的名字 叫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 学院奖 就非常绕嘴的一个 长的名字 是这么一个奖 相当于咱这大生电影节目 是吧 他不是也是学院了 对对对 有点类似于 对对对 说的太对了 有点类似于 北京电影学院学院奖 就类似于这个 对有点类似于这个 他只会颁给 首先他定义是美国的电影 他只会颁给美国电影 如果你要是国外的导演的 这投资制片什么的 你也得在 奖牌在美国上映 你能去入围这个最佳 就知道什么 外语片 就是 反正你跟美国如果有关系 然后在美国上 比如沃浮藏龙 确实进过提名 进过提名 他得在那正式上映 明白吧 就是你得正式上映 才有可能去在美国获奖 他们是有这么一个要求的 而且是电影方面的奖 这个奥斯卡 这个名字是他做的小金人 在有一次 就很早之前那次颁奖 就有一个可能是奥斯卡工作人员 觉得他很像他的叔叔 还是什么 uncle吧 反正是 咱也不知道叔叔大爷 就是很像他的大爷 长得 他大爷叫奥斯卡 所以从这之后 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外号 就奥斯卡真的不是他的本名 但是外国也已经就习惯了 用这个外号来代替 所以你要一聊到他的真名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 不可能颁给中国 就类似于中国金鸡百花奖 你可能颁给一个美国片子 就是说在国际上会有一个分法 这个是你国内自己的一个小奖 由于美国是电影 就是这个电影最强的国家 所以这个奖会被非常的关注 而且它实际更具有商业化 它更具有商业化型 它不像那个嘎纳 然后柏林 还有哪 上海东京 嘎纳 柏林 上海东京 反正他们那个叫4A级国际影展 那个是一个国际性的 那是国际性的 美国奥斯卡是一个纯国内 就是纯美国国内的 所以就是就说到这 就是这个我内心深处啊 这个李洋达多的这些粉丝 也别骂我 就是其实我默默的 就是希望他不得 是这样就是 我觉得小李子确实演不错呀 就各方面都还不错 他其实得不得已经不重要了 对 得不得已经不重要了 说到这儿呢 他说到这儿就是我想提一下 就是因为我喜欢的这些 就是美国影人 就是真正最喜欢的一些 我觉得到头的这种 都没获过奥斯卡奖 对 其实比如说这个 号称能跟上帝一块 去嘲笑人类的这么一个 用大师这个词都无法去形容 他的这个这个大神 就库布里克 这个听说过吗 这不是问你啊 问观众们听说 其实之前咱们 往期的节目里边 也提到 对 老提到 这个人就从来没获过奥斯卡奖 这个人是牛到什么程度呢 就他一升行就拍过 十几部电影 十八部吧应该是 反正很少 算是短片可能十八部 就十几部片子 而且涉猎的题材是 非常广泛 每一个题材都涉猎 而且每一个题材涉猎之后 就是那个题材的典范 对吧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在这儿 咱们能想到有科幻 是吧 对 战争 对 科幻战争恐怖 对 那个伦理 对吧 就这个 像咱说吧 咱之前讲过的 太空漫洋2001 对吧 还有就是可能对于美国人来说 那一代人 影响那一代人的 全金属外壳 战争票 你会想到 这两个片子居然是一个导演 就傻了 恐怖片 我最早以前那会儿 看VCD那会儿 我还说 是不是同一个姓 是不是俩人不一样 就是一同一个人 包括 因为觉得 这反差太大了 还又看发雕城 我觉得我操 这都联系不上 发雕城的进票 进票来最火的 对吧 其实我 其实最早看 这是发雕城 你知道吗 就觉得 导演是拍 就是不正经的 拍进票 对吧 吃那冰棍 是那种条状的 然后女的脱了衣服又穿 就拍进票的 然后恐怖片 闪铃 对吧 闪铃是他拍的 我记得特清楚 就是那会儿 我看《功夫》在电影院 周生驰拍那《功夫》在电影院 看的 他进入那个 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 也不知道 见到没见到 就进去之后 就有那场景 两边 就那个雪就过来了 对吧 就他有那么一个镜头 其实那就是像 库布里克的致敬嘛 对吧 然后再像那个 那个我特喜欢 齐爱博士 也叫密码114吧 应该是 还是密码 齐爱博士 那个是讲战争的 就是那种荒诞 喜剧战争 就是那是我见过 最好看的黑白喜剧片 特别特别好看 就这样的大神 从来没得过奥斯 从来没得过奥斯 这时候就拍一部 拍完一部 我就不拍了 我都拍到头了 你给你 说起来了 就是他最后一部 他自己指导完的片子 就大开眼界 是一个偏色情的片 是那个汤姆 汤姆克鲁兹 对 克鲁兹 那个 尼克尔吉特曼 然后俩人拍完就离婚 那片里讲的 就是俩上流社会的人 然后怎么着 就离婚 分一片拍完之后 好多人没看懂 说唯一看懂的俩人 就是尼克尔吉特曼 跟汤姆克鲁兹 然后他们俩离婚了 就对吧 包括 我觉得那个 大开眼界 可能咱们现在 还真的是看不懂 就跟当初 那个年代人 看太空漫游2001似的 可能很多元素 咱都没看明白 可能是咱们的身份 还没到这份上 换期什么的 都还很神往的 神往的 咱们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 可能以后 社会可能会发展到 那个阶段 其实挺有 对 其实 对 是伴侣社会的发展 你们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 就是像库布里克 就没得过 真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电影界的之神了 他没有得过 奥斯卡 然后再往下的 像西区科克 就像你刚才说 有些电影 有些导演是拍一种片 拍一辈子 西区科克是这种人 他拍 悬念片 拍了一辈子 但确实就是 也很强啊 也非常强 但是他也没得过 奥斯卡 就从来没得过 其实这真的都是 你也不知道奥斯卡到底怎么想的 然后还有就是 朱维林 朱维林最后好像得了一个荣誉奖 西区科克得过荣誉奖 西区科克得了荣誉奖之后 西区科克就是一句话 就是上台致辞 就是一句谢谢 然后下台就跟别的朋友说 颁这个奖 就是告诉我 我该进棺材了 就是终身成就 或者什么什么荣誉吗 然后朱维林也没得过 就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真正大师 就是这么定义的 就不是给你拿奖 因为拿奖人太多了 不拿奖人反而少 不拿奖这帮人反而珍贵了 对啊 其实有些 就你要说到这 其实有些导演 或者有些大师也挺搞笑的 就是给他奖 他不要 就是你这不玷污我吗 比如说武帝艾伦 给他颁奖 他不去 然后他去一个酒吧里 给人演奏黑管去那天 就是很多这种怪人存在 所以就是我 我开始一直是特别默默的 希望这次马特达蒙能得奖 然后小李子没得着 小李子就成为了一个 跟奥斯卡无缘的英雄 一个大师 他能 英勤英雄 而且特别受中国人喜欢 你说这 我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默默的不希望他得奖了 还是中国人的文化熏陶 对 到了根上 还是有中国文化熏陶 觉得他可能更悲伤一点 可能更帅 但是说起来就是 这个还挺感人的得奖之后 就是他得奖这件事 还能看出来 他拍这个片子 就是为了这个执念 特别的重 这片子简直就是 他豁出去了 我冰天雪地里边 然后这 有跟熊干架这种 对吧 他据说他本身是吃素的 然后为了拍这片去吃生肉 这确实不给 他就有点 有点冤的 但是我 他是一个恶意 他是恶意 然后所以能跟熊干架 是这意思吗 所以能跟熊干架 战斗民族 他有这底子 我说我好叫 不然说这过了一定 岁数就边 那是不是我可以不减肥了 就是我也跟狗熊干架 乔汉起来 二十多年嘛 陪跑就为了这一个执念 挺感人的 我觉得就是为了梦想 能去坚持 这个是我挺钦佩他的地方 所以我想说我们这个节目 也应该要坚持 坚持做二十二期 太少了 二十二个月不行吗 反正就这意思吧 就是我们也会坚持 我觉得他真的挺感染我们的 他挺感染我们的 然后能让我们去更努力 更坚持 他现场有一个环节 其实每年这个环节 都会让人挺伤感 所以就后来导致 我有几年没看 但是今年要做这个节目 我还是看了一下 又看到这个节目 又是山山卫下 就是治这些 这一年离开我们的人 就这个是非常伤感的一个话题 这一年离开我们的影视人 就是这些影视人 就是其实他里边 有时候你放一些导演 或者一些编剧还OK 你可能戳不到你泪点 就有几个人的出现 真的就是泪点 一下就被戳到 Snape教授 哈利波特那个Snape教授 对吧 其实这真的挺伤感 《指宝王》里的那个萨鲁曼 《指宝王》的萨鲁曼 这个角色也离开我们了 然后David Boy David Boy 其实不光是音乐 他还演过电影 就确实是特别有才华的一个人 其实我们讲那个 火星救援那集 也提到了 就离开我们了 而且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看那个片 就是一个一个放 最后一个是谁呢 《星际迷航》的 那个最老的 那个Spark 那个形象非常经典 那个什么星球的那个人 他也离开我们 其实我们喜欢奇幻 喜欢科幻 就看到这些人离开 还是挺伤感的 真的这些人 其实会让我就觉得 山山泪下吧 你就这么想吧 你小时候看过那些电影 那些电影里的叔叔 你当叔叔的时候 你想他们都老了 就是这样 对啊 就是他们的反正 就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 萨鲁曼了 再也看不到Snape了 幸好哈利波特也拍完了 就突然这个结尾的时候 话题开始变得有些沉重了 咱们现在不是悲春吗 春天到晚 咱们反正开始悲伤了 行吧 反正就是奥斯卡 这个一个过气的话题 我们也拿出来说一下 又不能免俗吧 不能免俗 咱们也是越来越主流了 咱们能上春晚吧 咱们有个大感 gefähr 免促 咱们 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